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泡泡糖老师 泡泡糖老师儿童烹饪教学 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 快来看看今天要教我们 做什么好吃的料理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知心起司烧 准备的材料有 奶粉 盐巴 胡椒粉 乳酪丝 面包粉 鸡蛋 糯米粉 以及马铃薯 大家好 我是爱吃爱健康的微微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马铃薯 马铃薯营养丰富 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C 甲汗酶等营养素 在欧洲被称为大地的苹果 由于马铃薯容易有饱足感 西方人也把它当作主食 首先我们先将蒸好 赤皮的马铃薯倒成泥 那就麻烦大厨了 好 已经全部变成泥了 先加一些胡椒粉还有盐巴 另外我们还要加一些奶粉 还有糯米粉 接下来我就要用我的双手 来把它拌均匀了 像这样子全部拌均匀 捏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要把它分成一块一块 这样子的小球 大概是五十元的大小 把它稍微搓圆 好 那我会 老师我来做 好 那就麻烦香师傅了 你们来帮我搓乳酪球 那我们把这些乳酪丝捏在一起 大概像五块钱铜板左右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们的大圆圆跟小圆圆都揉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包起来咯 刚才揉好的马铃薯球 大圆圆 对 接着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乳酪球 再把它放进来 把它搓圆圆 搓圆 OK 这样子就可以放回来了 接下来 打蛋公主 麻烦你帮我们打蛋哦 没问题 继续打远一点 等它会比较好 那打蛋的同时 我们就麻烦香师傅热一下油锅 好 好咯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沾蛋液了 这是我们刚才压扁扁的芝心气烧 我们现在要先把它沾上蛋液 好 好咯 那把它移到面包粉里面来了 那沾好的芝心气烧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了 那油什么样才可以炸呢 丢一点面包屑下去 它有啪啪啪 表示可以炸了 在这里 面包屑已经啪啪啪啪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做好的 芝心气烧放进油锅里了 记得要小心地放 芝心气烧都下油锅了 那我要问你们哦 你们知道炸成什么样子表示炸好了 金黄色 什么叫你们都记得 好厉害哦 好 把它关掉 然后先放到盘子里面 立油冷却一下 我们全部都炸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装饰它了 那我来教你们如何装饰成 可爱的小兔子哦 好 好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小红萝卜 插上牙签 然后把它插在我的芝心气烧上面 我还要准备一些番茄酱 我觉得你的小兔子跟你长好像哦 太棒了 那我们的芝心气烧烧完成了 每位开动 哇 真的有一层一层的耶 赶快试试看看 外皮酥酥脆脆的耶 里面好软哦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料理 外酥内软 非常适合在家动手做哦 因为今天我们做的实在是 太可爱了 所以要记得要准时收看我们的 料理甜甜圈 下次见 拜拜 马铃薯去皮蒸熟倒成泥 加入盐 胡椒粉 奶粉 糯米粉 揉成面团 将马铃薯面团分成适量大小 乳酪丝揉成圆形 取一块面团 压扁包入乳酪丝 再搓成扁圆形 将蛋打散成蛋液 马铃薯球 沾上蛋液 再裹上面包粉 放入油中炸至金黄色 用小喉萝卜 即番茄酱 装饰变成小兔子 就完成了